我非常同意懸議案中提出的採取多元化的財政策略 去改善我們現在的財政狀況 尤其對於政府場地的使用和營運方式 議案裏面提到盤活旗下資產的營運模式及融資方式 我自己覺得是非常之重要的 其實除了改善這個財政狀況之外 其實同時間亦都可以幫助到一些業界可以有健康長遠的發展 我想就我自己業界簡單就優化康民署核下的設施限制 善用城市空間 以及積極推出政府物業出租 三個比較微觀方面的一些意見是給政府參考的 第一,其實鎮英哥剛才都說過了 增加康民署表演場地的商業配套和設施 激活場地收費的開源模式 其實租場給表演團體有多少數大家都可以計算 其實要更多思考怎樣善用場地的空間提高更多的收入 我在外國亦都是去看過很多表演 其實很多他們會彈性去處理 給不給例如放寬飲食的限制 我在外國看表演 一個買的飲品和一些飲食 其實每個人都可以花到百多二百港幣這麼多的收入 但是反觀康民署現在就是多數一刀切禁止飲食 其實大家都可能有去過文化中心看表演 中長不是很長的15分鐘的休息 大家都會跑到咖啡店去買飲品 但是等到那杯飲品整好之後 基本上沒有時間了 要不倒進喉嚨裡 要不倒進去 是喝不到的 其實這些例子是造成了康民署有場地的資產 但是未能夠最大化激勵商業的參與 所以康民署由場地使用的限制 到發展周邊的商業配套的模式 我希望都有一個重新的考慮和規劃 應該更主動地出租非表演場館的空間 讓不同團體開始使用 更加要訂立更清晰的KPI 建立一些誘因可以進行這樣的商業活動 第二,要善用各類型的城市空間 來幫助發展城市運動 避免土地資源的浪費 政府近年亦都強調要發展 適合香港的城市運動 但是普及是缺乏場地的 第二,有些項目所需的空間其實很小的 可以考慮利用路政署核下的天橋底 作為改裝用途 我知道啟動九龍東的反轉天橋底行動 那裏有一個叫Vesso發現號的場地 其實這個場地很好地 我想和香港藝術家和藝術團體合作 一起推動藝術文化 據我了解是做得非常不錯的 土地當然是香港最寶貴的公共資源之一 希望政府做好跨部門的協作 不要讓地真的曬太陽 而不好好地去利用它 第三,我想提一提 就是租借現有政府的物業 給到電影界拍電影 增加政府收入 同時向世界說好中國香港故事 大家可能未必知道 現在其實電影業界 要租用政府的物業拍電影 是非常之非常之不容易的 可以導致的情況租不到 就要自己去搭境 大家都知道搭境是非常非常貴 近年有一套票房很好 關於法律的電影是需要租借一個法庭的境 但租都租不到 另外也有一套電視劇 是講游泳運動員的 想租借一個康民署的游泳場地 一直都租不到 其實這些例子是非常之常見 政府絕對有很多這些場地 也是很多這些政府的資源 但就因為很多程序 或者很多怕有風險等等的情況 而是不肯借出 基本上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其實拍攝團隊都是會給租金的 當然 但是我覺得租金也不是最重要 其實應該是善用這些設施 同時可以想多一步 打造更多的電影旅遊路線 向世界包括內地的遊客 來香港參觀 打卡 以及和香港電視和電影 向全球傳播我們香港的美景和文化 這是一個很好的渠道 希望政府通過或者民體類局 可以有一個專責組 去盤點一下現在這些設施 有哪些可以租借到 給我們業界使用 一起去講好中國香港故事 多謝主席 我支持原議案及修正案 謝謝大家